本期视频我们将讨论一则重大消息 11月10日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与内地相互认可 并将强制执行民伤事判决 此举将于2024年1月29日开始实施 这一消息对行业影响深夜 将带来司法领域的巨变 就比如说 以前若您在内地败诉 法院只能冻结您的内地责任 而香港资产则不受法院处理 然而 从即将开始的日期起 香港法院可根据内地判决 直接冻结您的香港资产 包括银行账户 公司股权和房产 举例来说 张三内地人在内地法院起诉李四 香港人赔偿 内地法院判决生效后 如果李四在内地的资产不够赔偿 那么张三可以拿着内地法院的判决书 去香港法院置换香港的执行文件 去执行李四在香港的财产 包括但不限于现金 香港银行账户损款 香港公司股权 香港房产 以及各种无形资产等 这一司法互通仅适用于民伤事纠纷 而刑事犯罪则不在习范围之内 特别是对于高净职人士而已 这个举措的推进意味着 他们在内地业务发展 赚取利润 但若在内地设计官司 香港资产也将受到攻击 在变化以前 此类人士如果在内地有民伤事纠纷 内地资产被发光了 还能指望着保全香港的资产 而从明年1月29日开始 他们将失去此逼用之道 如今新加坡实行开放政策 许多跨国企业和高净职人士 已经选择新加坡作为他们在亚洲的驻扎地 同时 两地司法信息共享的新局面 更是进一步加确的退区 因此 业内人士推测 司法律的实施将使新加坡像香港一样 凭借其金融投资优势 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制定合理的资产规划配置 是保值增值的关键 在新型世界 只有仅是应对 规划未来 才能守护我们的财富 如果你有身份规划 或者资产配置等相关需求 欢迎咨询一小财团 还有其他相关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